2023年12月16日,星期六,农历11月初四,每日新闻简报,加拿大新闻 1.多伦多市议会批准的一项计划,将水和固体费物管理服务费率和费用提高3% 这一变化将于明年1月1日生效,最终费率将在2024年预算中获得批准 2.北约克区Dampsey Crescent的一处豪宅,今天凌晨爆发火灾,事发地点位于Bayview和Yoke Mills地区 多伦多消防介入扑救,火灾发生在上午6点后不久 3.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最新消息显示,涉及品牌甜瓜的沙门市军爆发,已导致44人住院治疗,至少129人报告患病 4.受害者发起集体诉讼,可能还会有更多人受到影响 4.加拿大移民部透露,2023年为难民和非法移民花费高达7.69亿 4.在魁北克一个边境口岸,非法移民的食宿费用相当于每人1220元 5.多伦多白色圣诞节的希望渺茫,周五的温度达到两位数 5.尽管距离冬季的第一个正式日子还有一周,距离平安夜还有10天,但多伦多地面除了本月初的雨雪混合外,仍未迎来雪季 中国新闻 1.气象专家预测,大范围严重偏冷形势已确定12月或将一冷到底 河南宣布,除机场高速外,全省高速因道路结冰将禁止上站 2.国家疾控局报告,本土病例中已监测到7例GN1新冠变异株,不排除其成为国内优势流行株可能 3.19日24时起,国内油价将迎来今年最大降幅,气柴油下调400元每吨,折算为0.31到0.34元升,加满50升,将节省15.5到17元左右 4.房价数据出炉,11月70城中,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60%跑,69城二手房价环比下跌,下跌城市数量创新高 5.石家庄市16日起,至明年元旦市民可免费乘坐地铁、公交,北京官方通报昌平县事故,共515人送医,初步调查结果为雪天鬼滑导致追尾 6.重庆一村庄遭泥浆淹没,造成三人死亡 村民指责灾情是由施工方倾倒建筑废料引发 7.江西蜀头压国事件后续,涉事企业等被罚706万,高校领导双双去职 7.浙江省消保委,指商家提供预制菜,却不告知,涉嫌侵犯消费者之情权 8.港媒报道,港大,港中文,2024年将增加内地本科招生名额,提高到40%,利好内地考生 9.最新女族世界排名出炉 10.中国女族下降四位,排名世界第十九,亚洲第四,追凭历史最低排名记录 10.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破7.1,创半年新高 专家表示,短期内仍有升值潜力 美财长呼吁中国转变经济政策,外交部回应期待美方言行一致 国际新闻 一,韩国总统尹熙悦支持率降至31%,不支持率升至62% 韩国中小学校园霸凌受害人数创十年新高,3.9%小学生称曾遭霸凌 二,印尼计划未来五年向日本派遣十万名劳工,解决两国社会问题 日本机构报告称,到2040年,日本需引进670万名劳工,以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率 三,美国旅行者一号探测器与地球失联,发射于46年前,飞行超230亿公里 探测器与电脑故障,无法与地球通信 四,欧盟未就支援乌克兰达成一致,以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 世界银行宣布追加13.4亿美元财政援助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一,加拿大移民部长Mark Miller公开宣布,加拿大正策划一项广泛而全面的计划 允许大量无证移民获得永久居留权 其中包括以临时工或国际学生身份合法进入加拿大 并在签证到期后仍留在该国的人 这一雄心勃勃的移民目标,计划再到2025年,每年引进50万移民 移民部长马克米勒表示 我们正准备为数十万非法入境加拿大的人制定一项获得身份的途径 其中,建筑工人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对象 从事建筑行业的非法移民将率先申请永居 并在几年后有资格入籍 这一决定被视为战时住房计划的重启 旨在满足建筑行业的用工需求 然而,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争议 许多加拿大网友对此表示不解 根据统计,目前加拿大境内约有30到60万无证移民 其中一些人已在加拿大生活数十年 但因无法获得合法身份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 移民部长米勒表示,将在2024年春季向内阁提交提案 允许特定条件下的无证移民合法化 但他也承认这项政策可能会遭到反对 他强调,加拿大的移民政策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特别是对已经在加拿大生活多年并有孩子的人而言 缺乏合法身份是不合理的 尽管政府认为这一计划有助于缓解建筑业用工压力 但大部分网友对此持质疑态度 认为移民政策已过于宽松 且在短时间内调整留学生资金要求和大赦非法移民的政策 让人感到矛盾和困扰 二、加拿大全球事务部于12月12日正式宣布 将改进在加拿大境外使用文件的认证服务 这一新政策意味着 加拿大省民在需要验证本省文件在国外使用时 无需在通过领事馆或大使馆额外法律认证 只需通过BC验证计划 BC Authentication Program获取一份证明书 及海牙证明便可轻松搞定 省法证厅长Niki Sharma表示 之前跑过公证的人知道 这个过程十分麻烦 申请人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本地认证 然后再寄送给国家领事馆 一旦这中间发生延迟 就可能会影响工作或学习机会 这对BC省民来说将更简便、更轻松 这一变革受到在家华人的欢迎 尤其是在处理国内证明或文件在加拿大使用、投资的情况下 无需进行国际公证 海牙认证公约的生效 将缩短文件认证周期至十个工作日 同时减少费用 新政策还涵盖了公共文件 如出生证明、结婚证书、法院文件 如法庭裁决、法院判决、行政文件 如护照、签证、许可证等范围 这一举措将简化文书在不同缔约国之间的使用流程 使得具有海牙认证的文件在国际上被普遍认可 无需再次进行法律认证或公证 未来 加拿大的华人、留学生或移民在处理各类文件时 办理速度将更为迅捷 费用也将减少 这被认为是一项积极的变革 相关认证范围、公共文件、法院文件、行政文件、公正文件 海牙认证不包括的文书、外交或领事机构办理的文书 与商业或海关事务直接有关的行政文件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